在零下47度吃泡麵 一碗熱騰騰的泡麵 也能瞬間解凍 如果不快點吃 等一分鐘 麵湯和麵條立刻結成冰 泡麵竟然能站起來 連筷子都被凍住 在戶外打一個雞蛋 雞蛋也是可以立刻結冰 但是已經搶不下來了 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冰蛋 零下40度以下 就是極寒天氣 黑龍江不斷出現低溫 大興安嶺的小鎮湖中 氣溫零下47度 墨河則是降到入冬最低 零下41.5度 另外一個小鎮塔河 零下41度 記者也做了一個 急速冷凍的實驗 我把手套噴濕 放在鐵皮上 看看會發生什麼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現在手套已經完全地 粘在了鐵皮上 並且可以把一公斤中的鐵皮 完全地提起來 大陸新一波寒潮來襲 山東一處飯店前的噴泉 噴出的水柱 凝結成一座冰山 而在安徽 警察的工作站停水 情急之下 只好拿雪放進鍋子裡加熱 大陸在22號清晨 持續發布寒潮預警 周一到周四 大陸明顯降溫 各地又將再開啟冰凍模式 記者戴綠綜合報導 記者 讓我們休息一下 大陸 那